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谢成 今天的演讲是由李泽瑞博士来演讲 他去年年初取得比利时合余乳文大学 肿瘤医学部与生物医学的博士学位 专场为罕见癌症、癌症基因体以及BioMarker Discovery 毕业后作为医疗顾问 任职于瑞士及跨国顾问公司Akodes比利时分部 他也是有证照临床医学实验室科学家 此外他也是配手和摇滚音乐爱好者 依据Tara的传统 我们会打开麦克风掌声欢迎讲者 大家如果准备好了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讲者 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我就停止sharing 那请泽瑞来分享头影片 好的 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头一片吗 现在 有 OK 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借由Tara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博士级的研究 那我的博士级研究最主要是在合育鲁文大学跟胡鲁文大学附设医院最主要做的一个临床医学的研究 那我的研究探讨的就最主要是分子特征分析 去分析罕见癌症软组之癌以及利用这些特征去做一些 关联性的研究去探讨说这些特征是否可以转化成一些临床应用的一些 一些Mark这样子 对 OK 好 首先 必须先就是non-closure一下 就是我现在就是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跟Pfizer没有任何利益相关 因为这个project是由Pfizer赞助的所以特别强调一下 那今天的演讲会outline会有几点 然后首先我会先介绍一下软组之癌跟一些目前对软组之癌的一些治疗方式 再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 还有我们当初设定的一些假说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研究目标 那研究方法跟我们所发现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就绑在一起讲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讲太多技术性的东西 然后最后就是conclusion跟Q&A这样子 OK 那首先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soft-tube-saccoma 它就是一种软组之癌 它就是中文翻译叫软组之癌 然后它是一群非常多元化 然后又非常罕见的癌症所统称出来的一个类别 那最主要这种癌症都是由mesenchymal cell发展而成 就跟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epicelial cell的癌症很不一样 epicelial cell所发展的癌症有点像是像lum cancer 或是口腔癌这种东西 所以它们的一开始的cell演化的原始的细胞会不太一样 对 那这种软组之癌呢 在它的盛行率呢 在所有的承认的癌症里面只有占小于1% 或接近1%左右 那在小额的癌症里面呢 大概是6到8%左右 对所以其实也不是太多 那至于发生率的话呢 以欧洲27个欧盟国以及一些EA国家统计来说 大概一年只有小于2万4千个新Case 所以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 但它同时又是非常具有多元的类别 所以它以目前WHO的分类来说的话 已经有超过大于70种不同的Sophia sarcoma 对像是说一些Fibroplastic tumor 就是有点像是纤维母细胞瘤 对中文翻译可能如果有些口误的话 就蛮大包容 因为这蛮久没有用中文演讲 然后有点像是像在发生在脂肪的 像是Atebotic tumor 像是Lipo sarcoma之类的 或是一些神经翘的细胞瘤也是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Softive sarcoma 那还有一些比较无法去定义去分析说 它的真正来源像是发生在关节的 Sinovial sarcoma 或是发生在肌腱的也都有 或是生成组织也都有 还有骨骼肌 平滑肌 这些在这些肌群当中发生的tumor 我们都可以称它为Softive sarcoma 对那这些Softive sarcoma最常会发生的地方 大概在于是人类的四肢 手跟脚这种地方 还有就是它的腹腔这样子 那因为有时候这种tumor 它们发生的地方 其实很难去预测 它可以发生在全身各个地方 所以它非常难治疗 对那它有一种特性就是说 它也很容易会复发 以及它很容易去侵犯到其他的器官 这个也是说它很容易造成转移这样子 所以就造成说这种Softive sarcoma 它的死亡致死率其实蛮高了 大概5年的存活率大概只有到50%左右 这大概是Softive sarcoma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目前呢 针对Softive sarcoma治疗的方法 现在都其实还是蛮统一的 因为这种种类太多 然后又非常罕见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像Lung cancer 或是一些Aural cancer 它们发展说有特定针对Lung cancer 或是Aural cancer的一些治疗方案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统一的治疗方法呢 当然一开始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去做切除 当然是这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些发生的位置比较难切除 或是说它已经发生静润到其他器官 或是侵犯到其他器官 发生转移之后 我们同称为Advanced diseases 这种等级的疾病的话呢 其实很难就去用手术方式去做切除 所以大部分我们治疗方式 都还是用传统的System of Therapy 就是所谓的化疗方式去做给药去治疗病人 那这种化疗的话 我们最常用的药大部分就是Docytobacin 对它是一种就是常见的化疗药物 会去抑制Isotoponus的一些那个酵素的反应 因为癌症在生成的过程 会需要这个消息大量去帮助癌症细胞的反应 这样子 所以呢也就指出说 我们针对这种Softive Sarcoma 我们还是缺乏了一些治疗的方案 所以这是为什么造成这么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那因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达 然后还有一些分子检验的发达 尤其像是定序的方式以及一些Bioinformatics Software的发展 所以可以让我们去更了解说肿瘤它们的分子特征 然后就这些分子特征呢 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些分子特征去进一步的研发出 针对这些分子特征是不是有可以当做一些治疗的标靶这样子 所以就发展出所谓的标靶治疗以及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免疫疗法这样子 但是呢因为软主治癌是非常罕见的癌症 所以其实我们要收病的话 其实很难收集到一个完整的population 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软主治癌 以前的研究大部分是case by case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会造成说我们要去完整 去分析整个完整sovative sarcoma population的分子特征的话就比较困难 那但还是有些例子让我们能够成功去发展出一个针对软主治癌的治疗方法 就是很典型就是一个叫做GIST 它是一种发生在胃周围的一个软主治癌 但它跟胃癌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胃癌它是从表皮细胞上面发展出来的癌症 但是GIST它是发生在胃的兼殖细胞所产出的癌症 那这种GIST呢 这种Tumor它通常会带有一个叫做KIT mutation 就是一个KIT它是属于一个磨蛋白 我看一下我记得有对 这个像KIT它是属于一个Tylose kinase 所以呢它有点像是一个磨蛋白 那它这个东西呢在精油跟Ligen结合之后 它就会能够活化它本身自己 然后产生出一些讯息传递路径 然后把这些讯息传递给细胞之后呢 它就会比如说让细胞增生啊 或是延迟细胞凋亡这些讯息 也就是会造成说这些Tumor的增生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一个具有特殊分子特征的软主治癌 那因为这个特征的关系呢 所以药厂就研发出了针对这个KIT的一个抗癌药物 就是所谓的Emotin 它是专门target这个KIT 这个磨蛋白的一个药物 所以只要是使用这个Emotin去 去binding这个Tylose kinase 它就可以预防这个Tylose kinase的活化 就不会把这个虚极传递路径给带到细胞里面 它就可以阻止细胞的增生这样子 就是这个带来就是这个Tylose kinase的原理 那这也是最典型的发展出Tylose kinase inhibitor 也就是这个磨蛋白的抗癌药物的标靶治疗方法 对那因为这个关系呢 所以我的那时候的老板 他之前在EURTC这个机构 他其实就有点像是Ma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但是他全名叫做Europea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他有点像是在欧洲共同经济体当中的一个癌症的协会 负责去统合就是在欧洲各个国家 如果有一些要做一些跨国的临床试验的研究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地这样子 那他也是欧洲现在目前癌症 拥有最大的clinical database的一个协会 对那因为我老板他在这个机构里面呢 他担任的就是秘书长的职位 所以然后他刚好又是针对软主直来的一个研究的权威 所以他就去发展了一个叫做ERTC-901 就是Phase 2 Clinical Trial 他的简称代表叫做Create 对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这个Create的方式去找这个临床试验 对那这个临床试验呢 其实是在研究软主直来当的一个临床试验 算是蛮蛮有名的 对那他除了 除了研究软主直来之外 他其实包含了六种不同的癌症 但他们这些六种不同的癌症 通常都带有一个特定的基因变异 那这些基因变异 那这些基因变异 其实也是跟前面刚刚所讲的 那个Tyrus kinase receptor有相关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Tyrus kinase receptor 只是跟前面的那个kit 其实不同种而已 但它其实他们都属于Tyrus kinase receptor 那这个临床试验呢 最主要就是要针对Create的这个药 它其实是Pfizer的药 一开始是设计出来是为了针对Lung cancer 就是有些Lung cancer 它上面有带有 有些Lung cancer 会带有就是Arc的Mutation 或是Arc的一些基因变异 他们可以使用这个Credus kinase 去针对这样子的 带有ArcMutation 或是Arc基因Alteration的Tumor去做治疗 对 那这六种的Entity呢 也都是带有这种 就是跟这些Alteration有相关的疾病 那其中三种就是我所在 我所所不完所研究的三种罕见的癌症 那这三种罕见的癌症呢 嗯 第一个是Infarmatory Myelophagic Tumor 简称MFD 然后还有就是Clinical Cell Sarcoma 简称CCSA 以及Ovular Sopar Sarcoma 简称ISPS 这三种呢 就是在Softive Sarcoma里面很罕见的癌症 就是在罕见里面的癌症当中 又更罕见的癌症 所以其实当初要搜案其实也是非常困难 我们好像搜了几年吧 然后全欧洲以这个MFT的coher来说 我们只收到了24个病人 那CCS大概收到32个 那ASPS我只收到大概46个病人 所以其实要搜案其实也算是非常困难 对 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会 针对MFT来做探讨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就针对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Case来做探讨 那MFT这个Tumor 这种Tumor呢 它大概50%的Case都会带有这种基因重组 那这基因重组会发生的位置就是在Ock 这个Tumor's kinase receptor的基因上面 也就是说这个基因重组呢 它能够让这个的结构稍微有点改变 那这个改变的结构呢 它转移成蛋白质之后 它就会能够直接自己活化自己 然后产生它的Tumor's signaling 然后去造成Cell proliferation 或是Anti-apoptosis 这样子 然后使癌症的生成 那其他的除了这个Ock之外呢 其实也是也有其他类似的 基因也有发现说在这个Tumor里面 像是Rose1 Rate 以及Anti-Alt 这三个也都是属于Tyrus kinase receptor的一种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Tyrus kinase receptor 有发现说有产生基因变异 在这种Tumor里面 那其他两种也 其实也是跟基因重组或基因的转位有相关的 所以就不再多做赘述这样子 好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这个临床试验后来产生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试验就有发生 就有发现说在其中一个patient cohort 也就是IMFT的 cohort里面 发现了说这Cresulting的药对这个癌症呢 非常具有疗效 我们收了24的Case 大概有一半的病流产生反应 也就是说 以这样图来解说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 Oncology 研究最长 最长使用的图之一 这个叫做做 通常叫做Waterfall Plot 那我们会用这个方式去表达说哪几个病人 他对Tumor Response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Bar 如果越下面的话代表说他的Tumor的缩小的百分比越高 那这个判断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所谓 我也使用就是Resist Criteria 它其实就是一种去判断治疗成效的一种 Criteria 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国际公约这样子 所以我们发现了大概一半的病人对这个药有很有疗效 就算没有疗效他也能稳定他的疾病 所以其实这个Clinic trial是非常Promising 对 但在另外两个疾病的Cohort 就没有看到这么显著上的成效 对 所以我们就对这些病人很感兴趣 重点是除了对 除了是有Arc 我们有侦测到Arc alteration的一些病人之外呢 我们在没有侦测到Arc alteration的病人当中 也发现说有些病人他们对这个药也有效 就让我们感觉很纳闷 为什么这些病人就算没有Arc这个基因的变异 但是他却能够对这个药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哪些病人是Arc positive 跟哪些病人是Arc negative呢 我们首先会去针对这些病人的简体去做一些病理学的检验 我们有分为DNA层面的检验去探讨说 它的Arc的Gene alteration到底有没有存在 另外一种是在蛋白质学的检验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end point 也就是说它的Arc的protein level 会不会有些变异这样子 那只要其中一个是阳性 我们就会称它为是Arc positive patient 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group了 Arc positive跟Arc negative group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两个group的病人去做研究 这样子 所以我们开始就想要去探讨说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去勾出一些文献 然后去设立了三个假说 一个假说就是说我们侦测的Arc使用的antibody 就是我们在做病理学检验的时候使用的antibody 没有办法完全去侦测到所有不同的Arc的 alteration 因为Arc alteration可能有很多种 有可能像mutation或是基因的重组 或是一些可能它的copy number的change 就是他们的这样子说 这一段的序列他们有增多的趋势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在怀疑说这个antibody 是不是没办法完全去侦测到所有的Arc alteration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假说呢 就是说可能还有存在其他种的基因重组 那这些其他种基因重组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想要去探讨说 是不是有其他基因重组的状况发生 然后发生在那些同时可能会被 Crisotini给攻击的那些Mark上面 那第三个假说就是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基转造成说 就算这个Crisotini可以去攻击 带有Arc的tumor 但是说他们可能有些resistance的基转在里面 我们想去探讨说 是不是有些mutation或是一些基因变异 会造成说Crisotini的resistance就是抗药性 那有几个例子就是像有些 有些在Long cancer的病人当中 我们有发现说在那些病人 那些对Crisotini没有效的病人当中 他们其实都带有一些Arc mutation 或是Arc copy number的改变的一些分子特征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 这个是不是也在我们的IMFT的patient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已经有文献指出说Arc mutation 有发生在就是带有MFT的病人的身上 那它的位点发生在它的就是它的活化的那个位点上 它其实是可能会造成就是Arc resistance 那还有像是其他的一些讯息传递路径当中的一些蛋白籍 它如果有一些mutation在存在的话 它有可能会造成抗药性的基转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就是我们在尼床试验当中 所收集的一些病人的前提去探讨我们这些假说 对 那这边再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可能 基因变异有分为大多可以分为大概三种 今天会谈到大概有三种 一种是Mutation Mutation大概就是有点像是基因的位点 它一个核干酸改变就是成为Mutation 那Gene Arrangement呢有点像是说它的 两段它其实的基因的位置其实不太一样 但它因为可能一些细胞分裂的关系 它可能这两段就融合在一起 产生一个新的Fusion Gene 这就是所谓的Gene Arrangement 那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它在单一的序列当中呢 有特殊区段的DNA的序列 它发生了Mutation 就是它变多了 这我们就称为CopyNumber Alteration 当然也可能会缺失就会变成CopyNumber Loss 所以就会有CopyNumber Gain 跟CopyNumber Loss的现象这样 那我们统称为它是CopyNumber Alteration OK 好那一样就是我们今天 IMFT这个Cohort去做探讨 所以首先呢我们就会去评估说 利用不同的Arc Antibody去侦测 去比较说是不是有新的Arc Antibody 可以去侦测这个Arc Alteration 看能够反映到 去评估到其他都不同的Arc Fusion 或是Arc的Mutation这样子 然后再去利用RNA sequencing的方式去 去探讨说是不是有其他的Gene Fusion存在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就要探讨DNA层面 就是看它有没有CopyNumber Alteration 或是它的Mutation 有没有出现到其他类别Mutation 那其实是跟临床是有相关的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跟就是跟临床 我们在临床收案的时候 跟那些临床的Outcome 病人的临床Outcome 去做一些Correlation这样子 然后去看说有些 有没有有些分子特征 能够去预测Crysaltyne的Response这样子 那这篇文献呢 当初是发在那个Centical Cancer Research 就是AACR下面的期刊这样子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Go through 好,那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方法学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些病人的检体 在临床试验收集的病人检体 然后去做分析 那这总共有24个病人检体 那这24个病人的Case 有16个是属于原位Tumor 那有8个是在已经发生转移的地方 取得的病障 那这24个呢 有16个是Arc Positive 然后有8个是Arc Negative 但这个Arc Negative 其实并不代表就是真的没有Arc的Alteration 它有可能是有存在来 只是我们当下使用的技术 没办法侦测到它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Arc Negative 对 那这些一开始的事前的检验 其实我们都在不同的国家 他们收案的时候 在他们当地区的医院都有检验过一次 但是他们统一送到我们机构的时候 我们同时又重新再做 就Central Lab的检验 再重新再检验一次 就像是Double Check 这样子 OK好,那接下来呢 那为了要去探讨说 是不是有其他的基因的arrangement 所以我们又利用RNet Sequence的方式去验证说 是不是有其他的G arrangement 那也顺便去探讨说 是不是有不同种的Arc Fusion 因为Arc Fusion 可能比如说这个基因是Arc 它可能会有不同种的Fusion Partner 我们称为另外一段称为Fusion Partner 那它有可能就会有不同的Fusion Partner 那不同的Fusion Partner 其实也可能会造成不同的 就是Arc的结构 然后又会有不同的Arc的Function 这样子 OK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利用了就是 组织染色的方式去判断说 它的蛋白质Level的表现 那再来就是利用定区技术 像是Hole Genome Sequencing 跟Hole Genome Sequencing 去探讨说它的Copy Number Alteration 跟它的Mutation 然后接下来就是利用Biomatic Tools 这个我就不再细讲 因为这有很多种Tool可以使用 所以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就是之后再探讨这样子 然后也利用了一些统计软体 去做一些关联系的研究这样子 OK 那首先呢 用了RNA Sequencing的方式 我们在这些病人当中有发现说 就是有12个ArcFusion 那这个12个ArcFusion 里面呢 我们就发现 11种不同的Fusion Partner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12种里面 就有发现11种不同的Arc Structure 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我们想要去 去跟去利用不同ArcFusion 去做观点性的研究也没办法 因为它实在太多种了 我们没办法去观察到说哪些特定的ArcFusion 它对Crisalty的Response 比较好 对 所以并没有发现很有临床的关联性这样 然后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就是 就是IMFT常见的Gene Arrangement像Rose-1 因为Rose-1这个Gene Arrangement 它其实蛮常发现在 在 孩童的IMFT的病人上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很好奇说 这些 这个Gene Arrangement 会不会发现在我们的病人的Cohort里面 但可行并没有 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Gene Arrangement 但是完全就是超乎我们想象 它就是N-Truck 对 那这个N-Truck呢 其实它 一开始我们并不期待说CrisaltyTruck 带有N-Truck的IMFT的病人会具有疗效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它 在这个病人呢 它是虽然说是ArcNegative 它没有Arc的Alteration 但它却有带有N-Truck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很有可能Crisalty也是可以攻击到N-Truck 这一个Tronoxicinous receptor 所以那时候Pfizer就很开心说 其实它们的药其实不只有可以攻击三种不同的Market 它们也有可能攻击N-Truck 但Sensitivity当然没办法去跟原本就设计为攻击N-Truck的那些抗癌药物的疗效相比 但这还是蛮值得振奋的一个研究结果 那除此之外呢 为了我们要去验证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用 也去做了一些组织学的研究 然后我们也是用了 就是组织染色的方式 有点像这个是在DNA Level 就是用Fish的方式去侦测它的Probe 看它是不是有基因的重组的现象 所以你看到点的话 就代表说它的基因 其实它们应该正常是要一起的 所以就看到红色跟绿色点会一起 但如果发生基因重组的话 它可能会被产生到两端 它一个基因可能被产生到两端 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的 它们的绿色跟红色的讯号就会分开来 然后呢 也同时也去做了一些组织染色 就是蛋白质层面的组织染色 去看也发现说 像那种深咖啡色这个点 就代表说它具有entrug的expression 也就是说它确实是带有entrug的 alteration的一些分子特征 对那这个大概就是它的结构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也去做了一些 就是antrug antibody的评估 我们要去为了去了解说 我们当初所用的rug antibody rug1 就是在临床世界那时候使用的 跟目前有新推出来的 然后发现在non-smartial lung cancer 就是肺癌的时候 发现说这一株抗体在肺癌的 侦测ARC上面它的表现比较好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会比较一下 这两个antibody在imfd 侦测ARC上面的表现如何 很可惜的是就是在使用 就是D5-3这个ARC antibody 我们发现了三个跟ARC gene arrangement 互相违背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认识 使用的ARC-1 antibody的表现还是比较好 也就是目前我们还在使用的Ghost standard 那这三张图就是我们所使用的 病理学的组织染色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case 我们有看到它在DNA层面 发现说它是有ARC alteration的 那我们也用RNA sequence 方向说它的ARC fusion是这一个 然后呢组织染色 我们用ARC-1的话 也发现说它是positive 可是我们用D5-3的话呢 它是微阴性 也是这两张图 对 那另外一个case呢 它是造成微阳性 因为它在DNA level没有 然后也没有Fusion 然后它的用ARC-1认证也是negative 但是它使用D5-3的时候 却发生了微阳性 就是这个深咖啡色的这个讯号 对 那在第三个case呢 则是两个ARC-1 antibody 我们都没有增值得到 就是ARC-1 alteration 所以我们评估下来 还是原本使用的ARC-1 antibody 还是表现比较好 对 但这个就是在局限在IMFT研究上 对 因为毕竟D5是已经证实在 在侦测ARC-1 在那个non-smilcial lung cancer 就是肺癌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好 好 那组织方面的研究讲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去探讨 就是copy number alteration 也就是说它的基因序列的 有没有增幅或是减少的现象 那我们就用了就是holt genome sequencing 搭配一些bioinformatic software 去探讨这个东西 那蛮特别的是我们在蛮多的病人当中 有发现说他们的tumor sample有 带有chromosome 22 Q就是long arm chromosome 22 long arm的那一段 序列呢 有一段它是具有缺失的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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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肾息率大概高达70%一个case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呢 我们有观察到就是在 Qromosome缺失在第十 Qromosome第十九号的缺失呢 我们有使用了观点性的分析 我们去做了统计研究 然后发现说这个Qromosome 16的缺失呢 它跟progressive survival是相关的 这progressive survival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比如说使用药物之后 病情开始稳定 然后到稳定的时间到病情又开始恶化的时间 我们这段时间称为progressive survival 这样子 所以呢 但这段时间越长的话 当然就是所谓对药的疗效会越好 所以我们就用这当作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在Qromosome 19缺失 这个东西可能会跟它的progressive survival相关 也就是说 当有些病人Qromosome 19缺失之后 他们的progressive survival是下降的 就是蓝色这一条 对 所以呢 很有可能这个Qromosome 19的缺失呢 是做预测 就是Cresulting response的一个指标 但当然这个还是需要去做一些验证这样子 只是我们现在就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还蛮有趣 那 观察完了一些就是CopyNum alteration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会探讨Mutation level 那Mutation level的话 那我们也是一开始先观察到 一开始想去探讨一些Global的Observation 有点像是 像是Cumum mutational burden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在单位的 你可以把一个人类记忆体学想象成一个很大的Data Base好了 所以这个Cumum mutational burden 就是在单位的基因序列当中发生的Mutation 我们就统称为Tumor mutational burden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已经有被研究出来说它能够去预测说一些治疗癌症的疗效 所以我们也好奇说它是不是能够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也可以去预测说Cresulting response 因为它已经在比如说像是免疫疗法好了 有些发现说比较高的Tumor mutational burden的病人呢 他们对免疫疗法会有比较有反应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好奇说这个是不是能够套用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所以我们就去森测了整个population的Tumor mutational burden 这样子 那很可惜的是我们在这当中并没有发现关联性 即便就是我们有看到说在Procaution disease 就是病人已经变成对这个药没有效的那些病人 所以说虽然说它的Mutation burden比较高 但是整体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显出的头肌上的差异 那除了Tumor mutational burden之外呢 我们后来去研究了所谓的mutational signature 这也虽然是比较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去探讨说Mutation它核甘酸改变的出现的频率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ATCG它可能C变成T 或是A变成C之类的改变 我们会去看它的发生频率 然后去探讨说这种癌症它是不是对它们的mutational 是不是特别容易发生在哪几种核甘酸上面 然后再去把这种临床的outcome做一些关联性的研究 这样子对那我们有发现说在IMFT这个疾病当中呢 它很常见的是C2D的mutation的change 就是核甘酸的change很容易会发生C2D C2D这样子对那最主要它跟就是在就是cancer database 我们去把它的特征跟database相比 它其实最容易跟它的signature 其实就是SBS5跟SBS1这两种最相关 那这些特征其实都是已经在就是clical database 就是cancer database有做一个分类 对那它这些分类的话它会去把这些不同的特征去跟一些 比如说发生癌症的一些临床去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所以我们SBS5跟SBS1最主要就是跟人类老化最主要有相关 所以其实其实可以我们可以推论说 其实MFT会发展成这种mutation其实跟老化有相关 那除了global-wise或是population-wise的分析之外呢 我们也去看个别去探讨说 在个别的tumor sample里面有哪些mutation是重复出现的 那我们做这些重复出现的mutation也特别感兴趣 因为虽然说我们的sample size蛮小的 但是已经可以说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大 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大的病人的cohort 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尽量能够提供资讯给后面的研究人员 可以让他们去做研究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在这些病人当中有发现说 有几个mutation它其实很常发生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常见就是fat1 那这个fat1的mutation这个基因呢 它最主要其实跟另外一种另外一种 就是癌症治病基短有相关 它就是叫做Wid signaling 它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的RTA signaling 就是recept tyrosine kinase signaling 其实不太一样 对那所以同时呢 我们发现这个mutation呢 其实我们也间接去有暗示它 其实Wid signaling可能在MFT这个癌症的生成当中 也扮演着蛮重要的角色 对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发现了就是PIK3CA mutation 这个mutation呢 其实它也是属于就是RTK tyrosine kinase signaling 里面其中一个蛋白质的基因 所以呢我们发现说这个基因它mutation 但是我们也有发现说这个mutation 其实是跟就是病人的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其实有相关 当我们发现说在病人带有这个mutation的时候 它的progression-free survival也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推敲说 是不是这个mutation呢 其实是跟就是Chorizotinic resistance的mechanism有相关 但当然还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验证 对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最后呢就把这样所有的mutation 去做了一个就是用生物资讯系统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 有点像是分子的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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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的一个图谱 然后去代表说整个这个mfd cohort的一些分子特征这样子 那我们后来去针对这些特征去做一些归纳 然后去发发现说最常见的几种signaline 出现在这mfd的的癌症上面 第一个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RTK signaling 然后再就是DNA damage repair 其实也是有有影响 然后还有就是WinSignaline pathway 以及最常见的就是就是TP53 signaling跟cell cycle 那个的passway这样子 所以这是这常见最常见在MT发现的一些signaline pathway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去用了一些database去比对说 是不是有其他种基因变异呢 是可以被其他种药物去做target 比如说像这些基因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在市面上都已经有被开发说 有些这些药物是可以被 可以攻击这些target的 那这些药物呢 不论是在已经有已经有上市的 或者是说他有已经在研究的pipeline里面呢 所以这些是蛮具有代表性的一些 G&GK可以去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这样子 然后这是另外两个cohort的研究的结果 所以我就不如另外做探讨 对 然后也是发表在另外两篇的channel上面 OK 所以那大概这就是今天的演讲 那最主要呢 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这三种其实很罕见的癌症呢 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分子特征之后 做出一个完整的分析 那这些分析资料呢 也已经上传到就是我们的opens 算是算openscience的一个genomic database 但这个genomic data 是属于欧洲的genomic database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上那个genomic database去查询 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下载一下 做资料库再做进一步的整合分析这样子 OK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很有可以发展成biomarker的一些target 对 那这些未来或许会发展成一些 可以预测chrysopin treatment的一些marker 对 或者是说可以预后那些病人的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今天我这个研究所做出来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这个研究以及这个领床试验呢 最后 Pfizer他们决定拿我们的东西去跟FDA做申请 然后最后 成功通过FDA的审核 所以这个药物呢目前已经发展成就是 就是针对IMFT这个tumor呢 算是一个goal standard这样子 那在EMA的方面呢 我们目前只有针对成人 不是小孩 小孩才有办法使用这个药物 目前成人我们还在争取它的indication这样子 所以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这边 这个研究做出了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大概是这样子 对那特别感谢就是我们这几个机构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Luven就是我们的Univers Hospital 然后我隶属的学校是Cary Luven 那这两个合作的研究机构就是所谓的LKI 就是Luven Cancer Institute 对 然后特别感谢Pfizer赞助研究 还有URTC 以及 台湾教育部 对 因为我是拿台湾教育部的世界百大奖学金 过来这边念PhD的 所以 特别就是 攻上一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奖学金 因为 百大奖学金是 就教育部跟不同地区的国家 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大学 签例的备忘录 所以教育部出一半的钱 然后另外一个大学出另外一半的钱 所以其实 拿这笔奖学金 其实对学生来说 其实没有必要反国服务 但是同时又是一个蛮 蛮 蛮豐厚的奖学金制度 对 所以推荐给大家 大概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 那提的话 欢迎各位提问 很赞 谢谢哲睿 大家有问题 就随时发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一边把一些资讯贴到chat 就是今天的参加证明 我们有一个NFT的数位参加证明 它呢 就是是建在POAP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听我讲的时候一边想问题哦 瑞 待会你来问一个 那今天 这个流程其实就是打开一个APP 叫POAP 然后输入secret word 这个secret word是 Ocar8 R-A-B-B-323 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非常酷的参加证明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问卷 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 如果你不好意思问问题 可以在里面留下一些问题 我们会再转给讲者之类的 那大家接着去填问卷 那我自己其实蛮好奇 这个 mutational burden 的部分 还有mutational signature signature 最后发现C变成T的特别多 那这个具体可以有什么下一步的动作呢 嗯 C变成T特别多 其实 下一步的话 其实 就是拿去做禁止做观念 但是因为我们的signature 是太小了 所以没办法去发现说什么特殊的关系 对 那这时候我们只能代表说 就是说我们发现说 这些东西其实跟agent 就是老化比较相关 但是如果发现说有些 像是有些signature 其实他们的转 他们的mutation 核干酸的改变 是跟比如说像是 暴露在tabacco 很有关系的话 这个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干预 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是老化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 对 有道理 因为我刚刚在想C变成T 但是它是在哪一个地方 是在GIN里面还是promoter的地方 应该意义差很多 所以 对啊 有点好奇感觉 对 对 然后General的观察 对 对 了解 对 那个我看到轻重中有 那个 应该是做的跟 瑞 你做的应该跟这个蛮接近的吧 要不要来问一个问题 我 但我没有做Cancer 我 那像就是 我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说一般的Cancer 它可能其实 就是 Case的量很少 那 有没有办法像用Pain Cancer的方式去研究这些罕见疾病 或是这种 罕见组织的变异 这种 有办法用类似的方式去就是扩大你的样本书 然后 针对你有兴趣的这些Marker再去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吗 其实有 其实现在其实蛮多也是做Pain Cancer 就是我们的Trial 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涵盖不同种Cancer 那我们也去看就是用这些不同种Cancer 南瓜在做一些 针对特定 基因变异的 针对基因变异的 针对基因变异的 癌症 比如说像是Long Cancer它可能有Arc 然后Immity有Arc 然后可能其他种疾病也有Arc 只是针对同样的基因变异 但是不同种癌症去做研究 但问题就是 这是属于叫做一个Besky Trial 但是 目前 在主流的癌症的研究 还是会 主要会以一个病理学的分类的方式去做 做一些治疗的 治疗的 治疗的 的探讨 还有去做治疗的方法的建立这样子 因为毕竟WHO现在还是最主要的概念 那WHO的分类都还是依照 组织学的方式去做 组织学的方式去做 定义这样子 对 不过现在已经有慢慢 对 目前已经有慢慢开始转移 就是用 利用基因变异的方式去分类不同种癌症 这样子 对 那你们有打算做一些multi omics 或是说single cell这些分析吗 对啊 其实一开始我那时候有在提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毕业了 所以就留给中央人去做 而且其实做single cell的话 其实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所需要的简体必须要很新鲜 对 所以当初我们做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其实蛮困难 因为当初做这个研究 我们收集病人的简体是从各个国家收集过来 然后再运过来 其实没办法去做 像是做RNA sequence 其实也蛮勉强的 对 对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主要是做骨方面的研究 然后也真的就是像你说的 是从医院提取 就是手术刚切下来之后 直接从医院里面拿 拿来 然后马上做实验提取这样子 对啊 对 OK 那我想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们发现这些BioMarker 它到临床实验中间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就是说你怎么去决定说 这些东西要进入clinical trial的一个分析这样子 你们 你说像是Arc吗 还是说我所发现的像是Arc的话 其实因为Arc 那时候当初我们会设计这个临床实验 是因为我们在灵性的case当中 有文献报导说 比如说美国这边报导出一个case 这个MFT的病人中有带有Arc 然后欧洲那边又发现说一个MFT有带一个Arc 但都是很灵性的病人 但是我们就一直陆续去看到说 灵性的病人这样加一加 一直也发现说有蛮多不同的MFT 都有带有Arc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干脆来 就来搜案好了 就把所有现在全欧洲有的 有MFT的病人搜过来 我们来去做一些临床实验 因为要去跟FDA或做EMA做申请的话 一个clinical trial是必须的关键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用一些比如说像是meta analysis 去归纳说不同种case study 但其实这个对EMA或是FDA来说的话 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具有贡献力 所以当初我们才会设计你这种时间去搜案这样子 了解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做那个global copy number alternation profile 你的那个tumor的时候 你们会去考虑就是说 比方说年龄或是他一些 就是一些lifestyle的factor在这些分析里面吗 嗯 我们那时候没有去探讨这个 因为其实 lifestyle的话这个就牵扯到蛮敏感 因为欧洲这边的gdpr其实蛮严格的 所以我们要去获取病人的资料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只能获取一些最基本的病人资料 比如像是肿瘤当下采取的一些状态 然后肿瘤的是原外外还是还是它的肿瘤 是从哪个地方拿出来的这样 所以其实要去做一些lifestyle的一些correlation 其实蛮困难的 然后再来就是samblesize其实太小了 要去做lifestyle的correlation其实也蛮困难的 对 了解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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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了解到罕见癌症的这种困境 但是也是可以有不少的进展 那今天的演讲录影的部分 就先到这边 我要暂停录影了